大家好 星期二日報 今天是2022年10月4日 星期二 中楚紅紅菇一向對環保都不為餘力 一直被綠色團體所啟發 明白到活在地球上的每一個人都有責任去保護 和珍惜腳下的家園 其實這個概念也對 我都幾認同環保這件事 其實一人覺得自己做了很少 但略進眠力可能一人做少少 加上即少就成多 但很多時候我覺得環保真的要由政府去帶頭 如果一個地區的政府都不牽頭去做這件事 市民又怎可以釋從呢 我們政府顯然就是不夠 上次紅菇去到自己介木廠 親自為木廠的老闆打氣之後 日前就參觀了指包飲品盒回收廠的mail方 她說她感觸良多 雖然負責人不斷強調在商言商 但她是本地唯一的回收廠 選擇回收價值低的指包飲品盒 為了舒緩香港廢物的問題 履行社會責任和企業良心 就是這個理由已經足以令到香港政府應該支持她 以及驕傲在香港人的靈活應變和有限資源底下所進顯所長 這個道理不是不知道 我不知道政府知不知 她亦都覺得 不知道那個環保局那個什麼局長 走出來還說什麼 找一些本地的其他回收廠可以幫忙 其實幾個月很容易搞定 即那個人 我都不知道她究竟有沒有做research 說回中廠參觀這個回收廠 她就說她認識到很多廢物、廢紙、回收的技術和知識 她亦都欣賞這個廠房設立了一些教育展覽中心 將這些知識給下一代 都是那句 有看好看 不看的話都不知道還可以在香港捱多久 這間回收廠 事關廠房選址 各類的問題好像都沒有什麼進展 其實那個負責人令我最感動的地方 就是說其實她 是的 新加坡政府的確是伸出了她的手 希望招攬她過去還是怎樣 她說可能真的會搬去新加坡 但其實她的意願都是想留在香港 即是減少香港的廢物 究竟香港政府還要失去多少東西 才懂得珍惜呢 好了 這次的內容暫時來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記得按LIKE 剪廣告 建設性留言 社交媒體分享 訂閱Patreon頻道 月費贊助 拜拜 向大家推介這個PIA 因為她做了贊助 聽升旗易得道 可能也經 我認為 裝了VPN對你可能也會有保障 尤其是YouTube上不了 透過VPN應該可以跳過香港的地區限制 用本台這條連結 希望大家支持 希望大家支持